大龄圣女将劫匪绑在凳子上 还为对方吃下不明药片 片刻后劫匪脸色通红心跳加速 眼看时机成熟 女人连忙用胶带封住对方的嘴 解开衣服朝她走去 男人激烈挣扎却无济于事 女人名叫小美 是加油站的职员 单身30年的她一直没对象 加油站每天来往的人倒是多 但没一个人看上她 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 有事没事就往男厕所跑 只要是男的 高矮胖瘦她都不介意 而同事丽娜却恰恰相反 凭借出色的长相和火辣的身材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这天丽娜在练习踢臀 小美见状也在旁边学了起来 但是这一幕却被对方拍下 还对她无情的嘲笑 两人争执间 一位大爷走了进来 原来她也暗恋丽娜 之前买东西听说丽娜脚疼 专门为她送来鞋垫 可丽娜却并不接受 还警告她不要老牛吃嫩草 赶紧拿着东西滚蛋 大爷听完后一脸失落地往外走 小美赶紧追出去叫住大爷 他不要我要啊 这些鞋垫和我的鞋子很大 我的脚刚好是这个嘛 大爷瞅了他一眼 也不理他 直接转身就走 而另一边 带着枪的大壮走了过来 小美一看 机会又来了 上去就和人家握手 对方也很会来时 直接对着他一顿猛夸 还没等两人交流完 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大壮看见后 连忙走进超市司机行动 停下车 下来的是警察小帅 也是小美的暗恋男神 趁着小帅和同事交流的间隙 他直接拿起手机偷拍 这一幕刚好被同事看见 走过来就想抢他的手机 打开后 里面全是小帅的照片 好家伙 妥妥的变态偷拍狂 等警察离开 大壮也走了出来 他拿起手枪直接对准两人 威胁他们交出钱财 毕竟钱是老板的 命是自己的 丽娜见状直接骗他 钱都在保险柜里 他们开不了锁 只是将抽屉里的零钱交给他 但是一旁的小美 却乐呵地拿起大壮的背包 转身往屋里拿钱 因为保险柜用他们两人的指纹 就可以打开 将钱全部装好后 他还不忘对着镜子照一照 再拉开自己的衣领 就在这时 超市走进来两个人 趁着他们结账的间隙 丽娜在小票上写下求救信息 却被出来的小美一把抢过 大壮让她把钱交给自己 小美却说了句 这下让大壮直接蒙圈 自己是劫财 又不是劫色 怎么还买一送一 直接无情地拒绝了 还一把抢过背包转身就走 丽娜气不过直接朝着她喊道 你真不是男人 这下彻底将大壮惹恼 直接将丽娜拖出柜台 不顾对方的挣扎 把她拽进洗手间 劫匪将同事强行拽入洗手间 小美并不想伸出援手 反而心生嫉妒 她直接端起滚烫的茶壶 对着劫匪浇了上去 混乱中手枪走火 同事直接领了盒饭 紧接着 她举起灭火器将男人砸倒在地 等男人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凳子上 小美正在处理地上的血迹 随后搬着凳子坐到她身前 质问她为什么不带自己走 劫匪看着小美 问她有没有报警 小美回答没有 她意识到将对方哄好 就能全身而退 于是连忙谎称自己喜欢她 之所以不带她走 是因为自己正在被一群 机车党追杀 不想连累她 美显然狠吃这一套 看着对方脸上的伤口 直接起身为她吃下止疼药 可片刻后 男人浑身发烫 这俨然不是什么止疼药 可小美还不罢休 她用胶带封住大壮的嘴 不让她呼喊 紧接着松开腰带 不顾对方的挣扎 强行和她打扑克 激动的大壮将她推倒在地 紧接着再次撞向她 却不小心撞上柜子晕了过去 小美从柜子拿出手枪 感慨自己太失败了 送上门都没人要 失落的她将抢对准自己 决定结束这单身狗的命运 可最终还是下不去手 只好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这时利奈的男友走了进来 两人之前发生争吵 她想找对方道歉 为寻求安慰 小美直接说丽娜和别人跑了 男友一听 头都绿了 哪个男人能忍 气急的她直接转身离开 这下小美也不打算报警了 她直接来到后门 拿起铁锹想要将丽娜埋葬 这时走进来一伙机车党 二话不说就要闯入 小美直接拿起手枪对准他们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好在机车党的老大注意到上方的监控 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好带着一群小弟离开 小美也注意到了监控 这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 她走到屋内 监控的主机已经锁住 她根本打不开 于是尝试拿起铁锹使劲往上砸 却发现还是不行 烦躁的她走到屋外 准备抽根烟冷静一下 这时她注意到外面禁止吸烟的标识 一个计划涌上心头 她拿起两个空箱子 往里面注满汽油 准备倒在超市的货架上 就在这时小帅走了进来 原来她接到群众举报 一群机车党在附近闹事 问她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说着她转身就往屋内检查 但奇怪的是 并没有发现异常 等小帅再离开后 小美走到屋内 发现大壮已经消失不见 地上只剩下挣脱的绳索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 将汽油清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准备烧毁现场后马上离开 女人往尸体上浇满气 准备烧毁案发现场 可下一秒屋内传来动静 惊吓中手枪掉落在地上 她掏出打火机 可商店却突然停电 就连电动门也不能打开 她只好躲在柜台角落 这时屋内走出一个人影 正是之前离开的大壮 她点燃打火机威胁对方放她走 因为地上浇满了汽油 可大壮仍然不依不饶 双方争执间 丽娜的男朋友开车走了过来 原来她并没有找到丽娜 怀疑小美之前骗她 趁着两人说话的间隙 大壮从后门逃出 她走到丽娜男友身边告诉她 丽娜就是被小美杀害 男友激动地想和小美理论 却被身后的大壮 直接用皮带勒住脖子 而后捡起地上掉落地加油枪 往她嘴里灌满汽油 直到她不再挣扎 目睹这一幕的小美 直接拿起手机报警 下一秒 大壮开着汽车降门撞破 小美害怕地躲在架子后 让她直接拿钱离开 可大壮却不这么想 她拿起柜子上的手枪 想要了结她 因为小美的出现 不仅让她失手杀了人 更重要的是 她还给自己下药 侵犯了她男人的尊严 小美哭着解释自己 只是因为喜欢她 但大壮显然不相信 直接朝着小美扣动扳机 可下一秒 手枪直接着火 掉落后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屋子顿时变成火海 大壮也瞬间被烧成火热 危机时刻 小美注意到了不远处的灭火器 成功浇灭了身上的火 亮亮呛呛地跑出屋外 而她的双腿也严重烧伤 这时警察小帅及时赶到 她体贴地将小美扶到车上 不断地安慰她 还说自己一直在关注她 直到这一刻小美才明白 原来暗恋的人也喜欢自己 所以不要着急 该来终究会来 这个八岁女孩被父亲关在密室 她无助地拍打着墙壁 而外面的父亲却平静地出气 紧接着 水泥不断从墙孔流出 她大声哀求父亲放过自己 但是父亲仍无动于衷 很快水泥将她逐渐淹没 她到死也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这么对她 转眼来到15年后 开发商决定将这里拆除 刚毕业的工程师小美来到这里 做爆破前的准备工作 打开门 发现里面异常空旷 墙壁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符号 刚想伸手触碰 突然 一个女人叫住了她 原来是管理员玛丽 由于最近的酒店也要公里远 所以她安排小美在这里住下 正是小女孩的房间 她叫来儿子吉米带路 刚到走廊 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 吉米解释说 为了省电 这栋房子每隔分钟就会自动熄灯 还想和她强调 楼和顶楼不能进去 小美虽然疑惑 但并没有多问 晚上她躺在浴室洗澡 突然听见有人在喊她 起身却发现并没有人 等她对着镜子擦拭的时候 又听见了同样的声音 她试探着走出屋外 好在是虚惊一场 来的是玛丽 第二天一早 小美对这栋房子 进行了精准的测量 以便计算出最合适的爆破点 但是她发现墙壁的厚等 和图纸相差英尺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 她来搬来梯子 爬上了几米不让她去的顶楼 掀开帘子 里面堆满领了杂物 看上去像是有人居住 她还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笔记本 里面张贴的都是笔记尼照片 而在最末夜 则是吉米对小美的深情告白 她并没有理会 只好从网上查阅资料 原来是建筑师 将女儿住在了地基里 她认为恐惧和死亡 能够延长建筑寿命 第二天 小美在墙壁上喷射爆破标记 这时 一个人引朝她冲来 对着旁边的墙壁 就是一通乱砸 原来她是这里的钉子户 好在她还算理智 宣泄完自己的不满后就离开了 这是一栋用人的血肉做成的建筑 因为设计师在建造大楼时 将自己六岁的女儿关进了地基 连同十四名工人一起 交住在墙内 她认为用活人祭祀后 建筑的寿命可以延长年 令人疑惑的是 建筑师本人也命丧于此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她找到吉米 吉米拿着钥匙带着她走进八楼 在这里 她看到了当年活人堆砌的痕迹 吉米的父亲也在里面 还在墙壁上发现了人脸印记 正是那位建筑师的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吉米连忙追了过去 只留下小美一个人在漆黑的涌道 而这时手电筒突然没电 她再一次听见了诡异的歌声 慌乱之中摔倒在地 好在吉米及时返回 带着她逃离了这个地方 吉米上前安慰 崩溃的小美一把将她抱住 吉米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小美 在帮她清理伤口时 竟起了歪心思 被突然发现的小美及时制止 随后赶出了屋外 晚上小美开始洗漱 这时她发现墙壁上的镜子正在晃动 她过去将镜子取下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墙壁缓缓流出一道鲜血 她想要堵住洞口 却又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秒 从墙壁里伸出两只手臂 将她死死地按住 一睁眼 发现是一场梦境 这时 屋外传来响声 她撞着胆子朝外面走去 原来是男友 她听说了小美的遭遇 特地前来找她 男友的出现 也让小美有了再次去八楼查探的勇气 这次他们在墙壁上 发现了一处机关 掀起地板 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地下通道 通道内的单面镜可以看到室内 小美这才意识到 吉米一直在偷窥自己 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了吉米母亲 愤怒的母亲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男友提议尽快离开 于是小美将大楼的资料整理好 连夜发送给爆破队 打算第二天就启程离开 在这之前 两人少不了温存一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隔壁看着这一切 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狭小的密室 没等她反应过来 水泥从夹缝中直接灌入 她用力拍打着墙壁护救 却根本无济于事 很快水泥越过了她脑袋 这时 她突然惊醒 发现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但这个地方太诡异了 她将爆破图纸发送给施工队 准备第二天一早起程离开 就在这时 吉米找到了她 并为自己之前的行为道歉 还将大楼的手绘图纸交给她 翻开图纸 小美惊讶地发现 大楼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出于好奇 两人打算再留一晚 第二天 他们来到地下室 将墙壁砸开 里面居然是一个深井 在深井旁 发现了吉米的笔记本 她的呼救声也从下面传来 小美让男友抓住绳子 自己下去救她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的一只利剑刺中男友胸膛 鲜血洒落在小美脸上 两人直接摔下洞中 一睁眼 小美发现四周漆黑一片 而洞中还有个人 这时 洞口突然被人打开 一束光线洒落在男人身上 洞口上方站着的正是吉米 原来一切都是她的圈套 她从上方丢下一张纸条 打开发现 上面是对小美的告白 还警告小美要听话 随后关上了洞口 屋子又陷入一片黑暗 旁边的大叔开始自顾说话 原来她就是大楼的建筑师 当年事件暴露 警方发现 她躲在洞内 却被玛丽堵住了洞口 还将丈夫的尸体伪造成她 将她困在这里已经16年了 每天玛丽会为她送来食物 这天 吉米又来送食物 为了让小美更加顺从 甚至还让建筑师问她 小美苦苦哀求她放自己出去 但对方丝毫不为所动 于是她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假装自己喜欢金米 骗取她的信任 让她给自己拿来药品 制作出了小型炸药 但是她低估了墙面的坚硬程度 根本不能炸开 但爆炸声还是吸引了玛丽的注意 命令儿子不能将他们放出去 此时天上下起了暴雨 经过冲刷 男友的尸体也显现出来 她彻底崩溃 始终不能接受她的死亡 而另一边 爆破队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在大楼内部安装好炸药 听见声音的建筑师开始在地上挖坑 准备将自己埋葬在此处 因为她身心 活人献祭可以为建筑注入灵魂 还差最后一步 那就是让小美将她杀死 于是她不断用男友的死刺激她 最终小美还是将手中的利人 刺入她身体 一下又一下 建筑师心满意足地倒在挖好的深坑中 被紧接着 里面出现的水泥逐渐将她淹没 而爆破工作也准备就绪 大楼的所有住户都已经转移 只剩下洞穴中的两人 就在他们快要按下按钮时 吉米突然冲向大楼 她还是不忍心让小美就这样死去 施工被迫停止 她来到深井旁 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小美 误认为她已经死去 偏执的她一跃而下 倒在了小美身边 想要就这样陪她 她认为能为对方牺牲就是爱 两人很快被赶来送往医院 所幸小美并无大碍 反而是吉米摔成了植物人 她长期在母亲的高压下 已经养成了错误的世界观 也最终为她的行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对老夫少期为寻求刺激 居然玩起了大尺度游戏 男人吞下一粒药丸想要住行 却因后劲太大 突发心梗而死 而一旁的女人正锁在床上无法动弹 更惨的是 附近的野狗正闻心而来 疯狂啃食男人尸体 原来 夫妻两感情受挫 为了挽回婚姻 来到偏僻的别墅寻求新鲜刺激 丈夫准备了一些助行的道具 还用上了货真价实的手铐 她将妻子的手锁在床头 刚开始为了迎合她 妻子一脸兴奋 可随着男人越来越过分 她终于忍受不了 但男人依旧不管不顾 就在她准备大展身手时 下一秒 男人突然紧紧捂住胸口 一脸痛涩 最后更是直接倒在了女人身上 却可把她整不会了 连忙用脚抵住丈夫胸口 谁知一下用力过猛 对方直接摔下了床 女人顿时变了脸色 还以为丈夫在玩游戏 告诉她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 她用力挣脱锁链 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紧接着 丈夫头部流出大量鲜血 她连忙大声呼救 可是别墅外方圆几公里都无人居住 根本不会有人听见 五个小时过去 女人从刚开始的惊慌试错 变成了一脸麻木 而再过一个小时 天就要完全黑了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细碎的声音 她以为是朋友过来了 但下一秒 进来的却是一条师傅狗 专门啃食路边撞死的小动物 白天女人看她可怜 还用顶级牛排将她吸引到别墅头位 还大意地忘记关闭后门 现在她正对着丈夫的尸体虎视眈眈 女人看见她连忙出生制止 刚开始野狗后退 可还是抵挡不了吃肉的本能 对准丈夫的手臂上去就是一口 危机时刻 女人费力地挪动手铐 从架子上拿起一本书 使劲砸了上去 这才把野狗吓退 蹲坐在门口吃着撕咬下来的人肉 就在这时 床底下突然伸出一只手 紧接着丈夫就跟没事人一样 爬了起来 还指责她为什么让野狗啃食自己的手臂 女人一脸开心 丈夫居然没死 可再往地上看去 她的尸体还一动不动地躺着 原来在危机关头 女人经常用幻觉麻痹自己 丈夫就是她幻想出来的 而这时 对方开始为她梳理事情的经过 现在离天黑只要一个小时了 接下来会越来越危险 谁来救救这个女人 她已经被锁在床上一天了 手腕阴血流不畅 红肿不堪 双腿也早已麻木抽筋 而丈夫的尸体正躺在地上 不远处 还有一只野狗虎视眈眈 再不自救 她也会被分尸 看着床头柜上的手机 她尝试用脚勾住 却发现根本勾不上 白天经过一整天的呼喊求救 她已经严重脱水 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 这时突然想起丈夫喝药时 将水杯顺手放在了床架上 于是用一只手支撑起木板 使水杯倾斜 另一只手将她接住 就这样顺利拿到了水 可她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头根本够不到水杯 只能将水杯放回原位 一回头 发现一旁的野狗正死死地盯着她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而后突然想起早上穿裙子时 摘下的吊牌也被放置在床头架上 于是连忙伸手取下 将她折成吸管 再叼在嘴里 就这样 她顺利喝上了水 补充完体力的她 逐渐昏睡过去 在半梦半醒间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床边 只见她脖子上正挂着一个小箱子 将箱子打开 里面装满了贵重的饰品和人物 女人看着这一切 认为又是自己出现幻觉 再次睡了过去 这次她梦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一家人来到海边看日时 趁着妈妈和弟弟出海的见习 爸爸将她带到海边长椅 提出要坐在她腿上 但此时她已经12岁了 碍于爸爸的要求 她只好答应 可对方看着她 却逐渐变了脸色 这时她发现不对劲 爸爸居然对她起了反应 还将污秽物洒在她的裙子上 回到家 爸爸来到她房间和她道歉 还说要将此事告诉妈妈 但妈妈一向厌恶自己 反而会将过错算在自己头上 她只好祈求爸爸将保密 而这件事 也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导致她一直不相信男人 在和丈夫的婚姻中也处处隐瞒 卑微地将自己放在弱势的一方 就在这时 熟睡的她突然惊醒 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一幕 这个长相怪异的男人 正舔视着女人的脚丫 熟睡的女人惊恐起身 却发现是一只野狗 她刚松下一口气 就看见了地上带血的脚印 昨晚确实有人来过 而这时太阳已经逐渐天息 夜幕就要来临 她手上还带着一枚巨大的钻截 小丑晚上一定会再次受炼 这时她回想起 小时候自己手掌被扎破 流出的血液在未凝固前 具有润滑的效果 看着被锁住的手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艰难地将杯子拿下 用力往桌角砸去 将碎片插入木板 对准手腕狠狠扎入 随着皮肉逐渐外翻 她慢慢地将手链挣脱 之后推动床架 缩短与床头柜的距离 顺利拿到了手机 可是却发现手机没电关机了 她只好再移动床架 用嘴叼起钥匙 解开了锁扣 赶忙走到洗手台大口喝水 最后从抽屉里找出纸巾 对手臂进行简单的处理 一连串动作下来 她直接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晚上 她突然感觉一阵刺痛 那只野狗正咬着她的腿 她将野狗呵斥离开 拿起车钥匙就往外走 可刚出门 却发现小丑正站在走廊尽头 她说服自己这只是幻觉 走到男人身边 将戒指缓缓摘下 放到了男人手中 男人也就此放她离开 她强忍着手臂的刺痛 一路驾车离开 可最终因为体力不知 再次晕倒 车也随即撞在树上 好在一户人家将她发现 顺利送往医院 经过治疗 她的手可以勉强提笔写字 于是将自己的精力记录下来 而医生 记者 警察都以为深信她失忆了 就连她自己也怀疑 那晚见到的小丑是否真实出现 但无论怎么寻找 她的戒指始终不见踪迹 那次事件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每当午夜梦回 总能看见小丑站在她的床头 向她展示自己的战利品 因为丈夫去世 她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金 在当了两年的寡妇后 她终于再次看见了小丑 原来 她因为盗窃林木 不止一次出现在新闻上 但因为事件影响不大 一直不受关注 而这一次她居然非法入侵 警察在她家中 查找出了许多受害者器官 推断她并不是第一次作案 第二天 她来到审讯现场 时隔两年 她再一次见到了小丑 对方看见她也很激动 用力地挣脱了绳索 她注视着小丑 脑海里浮现出丈夫和父亲的脸庞 对着她说了句 之后似乎是和过去成功和解 戴上墨镜离开了这个地方 女孩一口吃下两个鸡蛋 对面的男人一巴掌拍过来 她都要被吓哭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在小时候一人对峙数百条恶觉 却丝毫没有害怕 仅用一支笔就将她们轻松解决 原来她的大脑经过基因改造 刚开始 她能用意念控制魔方 将耳钉改变形状 接着再训练一段时间 就算有人拿剑射她 即使蒙卓妍也能轻松化解 随着她的能力越来越强 组织高层害怕无法掌控 派出项目负责人白博士 想将的孩子全部杀死 可还是有一个女孩逃了出来 那就是小美 在漆黑的树林里 她像狼一样玩命狂奔 一群人带着恶犬紧跟其后 但还是追赶不上她的宿里 落后一大劫 成功出逃的小美 最终因为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被附近的农场主发现 他们请来医生为她看病 农场主的妻子看她可怜 决定将她收养在身边 转眼十年过去 小女孩已经长大 勤劳善良的她会帮养覆盖农活 可是家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死亡 羊母也逐渐病重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一直有个秘密 没和养父母说 那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会经常头疼 但是一直没去看医生 只是在网上查找原因 这天回家的路上 闺蜜给她看了一档选秀节目 只要获胜就能得到一奖金 这样就有足够的钱 积养母之病 镜头上的她平平无奇 可以开口却惊呆重人 还在舞台上表演起了魔术 以全场最高分进入决赛 晚上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她的节目 庆祝她取得了好名次 可养父看着她的魔术表演 却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而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但接通后却没人说话 只见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个人正注视着他们家 第二天一早 他们前往首尔参加决赛 在火车上 两人鸡蛋配雪碧 一口吞下两个 可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对面卷毛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 小美都被吓哭了 对方明确说认识她 还称呼她为模拟 小美一脸问号 闺蜜见状赶紧起哄 瞬间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卷毛只好起身离开 在过道上 一个男人不小心和她撞上 她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臂 捏碎了她的金表 而后搏着一面 像丢垃圾般 直接将她扔下火车 完事后 还不忘掏出帕子将手擦拭干净 毫无意外 这次小美的表演又获得了第一名 结束后的她突然感觉头晕 连忙跑进了厕所 这次她竟然还流出了鼻血 一周前医生告诉她 必须找到亲生父母 做骨髓移植手术 不然就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可活了 这个女孩只是参加一场选秀 就被这群神秘的杀手组织盯上 深夜 她躺在床上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刚出门查看 就被一把枪抵住脑袋 而闺蜜也被她们牢牢劫持 白天的那伙黑衣人再次出现 原来她的身体经过基因改造 拥有了超乎自然的能力 可随着年龄增大 后遗症也越来越强 而她在舞台上的表演 成功让白博士注意到了她 这天她们刚出门 一辆轿车停在眼前 紧接着下来一群黑衣人 她们将小美团团围住 想要将她带走 闺蜜看见这一幕 眼疾手快拦下一辆出租车 两人顺势离开 可到了晚上 一群人闯入她家中 亲切地称呼她为模拟 小美哭着说自己不是 对方显然不幸 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痕说 这就是你的杰作 小美的眼神里充满恐惧 见她还是不承认 黑衣人示意同伴动手 这下小美顿时变了脸色 她一把抢过黑衣男的手枪 接着就是一顿扫射 精准又利落 地下顿时躺倒一大片 而后趁着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击碎了她的下巴 一记锁喉将她抵在墙上 嘴里说着不是她 但是拳头却一记记砸下 左右开弓 最后直接一枪抱头 解决完了小美 看了看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 下意识将枪扔下 挪动嘴巴看着闺蜜 可闺蜜似乎被这一幕吓坏了 连连摇头紧缩在墙角 就在这时 小帅突然走了出来 看见这一幕 他问身旁的闺蜜 小美最近有什么不一样 对方摇头 她转而自顾说了起来 小美每天在农场干活做家务 要不就是和你一起玩 平时也没见她学习 但是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 而且无论是看书还是画画 基本上一学就会 这就是基因改造的结果 小美还是说记不起来 但对方拿家里人威胁 她只好跟着她离开 一行人来到基地 他们将她绑在椅子上 这时监控室传出说话声 而这人就是白博士 他示意手下拿来一个盒子 取出里面的药剂 用手按住小美的头 直接将针管扎入她的脖子 而此时小美脖子上 还残留着好几个针孔的印记 她瞬间恢复了所有记忆 原来她在小时候 大脑就被植入死球基因 改造后成为一级异能者 紧接着 博士下令再给小美注射一支药剂 这直接让看着监控的小帅慌了神 连忙起身阻止 但这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女孩被坏人绑在椅子上 但她并没有惊慌 反而亲切地向对方问好 就在对方满脸疑惑时 椅子上的人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男人身后 将她一巴掌护在墙上 之后 女孩弯腰捡起男人掉落的手枪 缓缓走到一扇单面镜子前 她知道镜子后面就是白博士 可怜开三枪镜子却丝毫没事 她上前抚摸着留下的痕迹 说了句 原来是中国制造 白博士看着这一幕 直接下令放出催眠气体 小美对着天花板的灯一阵射击 消失在烟雾中 下一秒 她突然落在白博士身后 举起手枪直接对准她 原来 小美并没有失忆 早在一开始 她就选好了一对建筑家夫妇 他们的儿孙因为车祸去世 她坚信他们不会抛弃她 可随着年纪增大 头疼也越来越严重 她只好使身体机能下降 以此来缓解疼痛 想要化解 必须寻找亲身父母移植骨髓 但她找不到 所以只能寄托白博士的解药 但一直找不到 为此 只能想出这个冒险的办法 让白博士来找她 事实证明 这还是有效果的 没过多久 小帅就找上了她 白博士没有想到 当初那么小的她就魔化好了这一气 说着小美拿出药剂 朝博士腿开了一枪后 逼问白博士解药的下落 就在她拖着白博士去找解药的路上 被突然出现的小帅一卷击飞 摔倒在地上 但同为S级的她 哪里会是小美的对手 她一个闪身 直接掐住小帅的脖子 单手将她按在墙上 小帅还想反抗 最后更是被一拳头击飞 见对方还是不服气 直接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最后 小美用意念将枪吸到手上 对准想要逃跑白博士就是一枪 她也顺利在保险箱里 找到了剩下的解药 背着包离开了这个地方 画面一转 她来到了医院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养女 她还是顾念着他们的养育之恩 将为数不多的解药给了她 自己只留下两只 在楼下和闺蜜告别后再次离开 但故事到这并没有结束 三个月后 为了寻找更多的药剂 她找到了一个女人 但她居然和白博士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一步成精的电梯 一群社畜涌了进去 可是电梯到了目标楼层 却并未停下 就当大家感到疑惑时 电梯突然急速上升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胆小的直接尿了裤子 老头赶忙按下暂停按钮 但仍旧不管用 就在这时 电梯底部突然开裂 一群人直接掉了下去 剩下的人紧紧抓住扶手 试图获得一线生机 可电梯直到冲破楼顶 才最终停下 所有人全部遇难 然而这已经不是 这部电梯第一次杀人了 就在几天前 一群孕妇刚上完课 说说笑笑走进电梯 这时电梯突然急速下降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前 又停了下来 孕妇们全部摔在了地上 这时红灯亮起 监控室的人根本没当回事 只认为是指示灯坏了 继续聊着天 孕妇从地上爬起来 拿起电梯的电话报警 但是却打不通 于是掏出大哥大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信号 只能等待救援 随着时间过去 电梯里逐渐缺氧 温度也越来越高 在电梯狭小的空间里 两名孕妇突然呼吸急促 氧水破裂蹲坐在地上 而控制室的人终于发现了异常 他们打电话叫来两个管理员 却发现电梯门始终不能打开 强行砸开电梯 因为他老婆就在里面 可电梯却像是有意识般 直接打开了门 孕妇也已经生下孩子 另一边 接到维修电话的大壮来到大厦 经过仔细检查 发现电梯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运行 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这个盲人大爷捡完头想要下落 刚进电梯 按下一楼的按钮 可是电梯却直接上行 他察觉到了 误以为是自己按错 没过多久电梯就来到了91层 走廊上空无一人 于是他在按下电梯 但是门却始终不能关上 只能换一台电梯 可刚出门 电梯就自动下去了 只好等下一趟 这时中间的电梯快速升了上来 很快门就打开了 盲人在90楼乘坐电梯 可电梯门打开 里面却是空的 狗狗发现一场大叫提醒 但他丝毫不领会 一脚踩了下去 好在及时趴到了地板边缘 他紧紧拽住狗狗的绳子想要上去 却因为地板太滑 一人一狗全部摔下电梯 监控室很快发现一场 他们派来两名保安前去查看 怀疑是小偷进了大楼 逗着他们一直上下楼 这时 电梯在44楼停了下来 打开门 里面同样是空的 保安拿着手电筒探身查看 发现了挂在上面的狗狗 就在研究是什么品种时 电梯门突然关闭 一把夹住他的头 手电筒也掉落下去 他想扒开电梯 发现并没有用 于是连忙大声呼救 同事见状连忙向监控室求救 监控室的胖子开始并不在意 可是旁边的同事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电梯在缓缓下落 可是衣服都扯破了 还是没能拉开 绝望之际 电梯突然停了下来 还没等被加的保安松口气 电梯又继续下落 这次没有停下 直接将保安一点点压下 最后更是消掉了脑袋 一旁的同事吓得暴坐在地上 新闻很快报道了此事 他们再次检查了电梯警 还是没有问题 维修工建议电梯暂停一周 再深入检查 可是大楼经理却不干 每天有上万人使用电梯 他们可损失不起 于是电梯又继续使用 另一边 记者找到大楼 想做事件的深入报道 可却被对方当成无良媒体 直接开玩笑搪塞过去 第二天 他就上了新闻 理由是评论电梯很危险 老板很快找上了他 将他认定为事故的嫌疑犯 这天 趁老师不注意 女孩偷偷溜到了外面玩 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他慢慢走过去 门关上了 旁边的却打开了 女孩笑了起来 和电梯玩起了游戏 最后电梯像是玩够了 直接缓缓升起 露出一个口子 小女孩拎着娃娃走上前 把头伸了进去 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老师赶忙跑过来 发现只是弄脏了娃娃 旁边的经理看了眼电梯 在门缝处找到了一只玩具手臂 这下不幸邪的他也不敢坐电梯了 直接领着客人走起了楼梯 危险的事情远不止如此 这天 两个青年在路上玩着轮滑 意外走到了地下车库 男孩不小心撞上汽车 摔倒在地 可奇怪的是 一步会吃人的电梯 男人坐在地上休息 突然眼前白光一闪 他瞬间被吸了进去 下一秒 直接从86楼被扔了出来 而后砸碎12毫米厚的钢化玻璃 从400米的高空摔落下去 一连几起事故的发生 直接惊动了总统 他认为这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派出大量特警 将大楼全部包围起来 可是搜查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什么 另一边 记者再次找上了大壮 他拿来车库的监控记录 里面清晰地显示 男孩是被吸入进去的 并不存在自杀 或者他杀行为 从地下车库到86楼 最起码需要40秒的时间 可电梯两秒就上去了 为此 两人又在网上查阅资料 发现了另一个秘密 原来这座大楼的建造者 是一个科学家 之前在科技公司制作芯片 但不知怎地 制作的芯片 慢慢有了自主意识 于是他们将芯片 安装在海豚身上 随着实验的失败 芯片也不见了 所以他们怀疑 是将芯片安装在了电梯里 为了进一步验证猜测 记者凭借身份来到大楼 而大壮则躲在车地 成功溜进了电梯 想看到底怎么了 刚上去 电梯突然急速下坠 他赶忙按下紧急按钮 但是电梯并没有停止 危机时刻 他只好弄断电路 电梯也终于停了下来 不过这也让警方发现了 于是赶忙从天窗爬了上去 在接通电源 手动控制电梯上升 查找每一层的特殊之处 还真是让他发现了 在电梯架旁边 散落着一堆黏糊糊的液体 还在不断往下掉落 顺着这个线索爬上去 很快看到一个大铁箱 打开后 里面赫然出现一颗巨大的心脏 也不犹豫 直接拿出随身的匕首 一把刺入 心脏没事 可电梯箱却着了火 直接掉落下来 好在他及时侧身逃过 可来抓他的警察就没这么幸运 直接被掉落的箱子砸中 领了盒饭 另一边 爬出电梯井的大壮 直接偷了警察的火箭 瞄准心脏 想要发射 可就在这时 一把枪抵住了他的额头 原来是博士 他将芯片放在电梯 不想让自己的成果被毁坏 威胁对方放下武器 两人直接扭打起来 眼看大壮就要被踢下楼 这时记者和警察跑了过来 他们瞬间包围了这个地方 突然 电梯里伸出两个触手 将博士的直接拦腰拖进了电梯 大壮也被缠住脚踝 危机关头 记者一把踢过火箭 大壮顺势接住 举起后直接对准心脏开了一枪 没了呼吸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不知道看过电影的小伙伴们 会不会害怕坐电梯了呢 这个女人被吊在空中 裤子被剪刀剪烂 而一旁的七寻老头 正抽出一管透明液体 注射进女孩体内 想要她给自己生猴子 女人拼命挣扎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来这家偷东西了 女人名叫小美 她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盗窃 为首的叫小帅 因为家里是开安保公司的 每次都能拿到备用钥匙 所以三人从未失手 但他们每次都只拿东西 绝对不超过一万元 这样就算警察被警察抓到了 他们也不用去坐牢 扫 这天他们得到消息 一个富家女撞死七寻老头的女儿 获得了六位数的赔偿金 这笔钱就藏在老头家里 而老头家的安保系统 刚好装的是小帅家的 小帅一听要偷现金 而且金额巨大 顿时撂挑子不干 回家后她在网上查阅消息 发现老头原来是个退伍老兵 而且在那件事情之后 富家女也离弃失踪 但小美还在劝说她参与行动 因为她爸爸早死 而母亲又隔三差五 带着新男朋友回家 她决定干完这票大的 带着妹妹离开这座城市 小帅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人赶到老头家附近猜点 发现附近都没人居住 不会有警察巡逻 而且她还是瞎子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于是他们决定天黑就行动 等大爷熟睡后 用加了料的香肠迷魂大花 再翻墙进入院子 但是却发现大爷家的门 全部从里面锁住 小帅的备用钥匙根本排不上用场 于是身材瘦小的小美 从窗户口爬了进去 先是用遥控解除警报 再给他们开门 为了不发出声响 他们小心翼翼地脱掉鞋子 进屋后三人分头行动 小美和小帅在屋内翻找现金 胡子哥去迷晕老头 他刚拿出药瓶用针戳破 老头瞬间坐了起来 胡子哥呼吸一紧 好在对方只是伸手关了个电视 之后又躺下来 他赶紧将瓶子放在桌上 捂着鼻子离开房间 下楼后 几人脚步顿时大了起来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扇门前 上面还连这一把锁 他们怀疑藏款就在里面 胡子哥拿来一根铁棍 用尽全力依旧不能把他撬开 于是他从包里掏出来一把手枪 小帅看见立马阻止他 因为入室抢劫还带着枪 对方就能依法将他们击毙 可是胡子哥依旧不听劝 小帅只能拉着小美离开 但他并不愿走 就在这时 胡子哥直接对准门锁 扣下了板机 小帅见状只好自己离开 这边胡子哥刚将门打开 本带迷晕的老头却走了出来 他只好说自己喝醉走错路 老头不经意间踩到掉落的门锁 才不相信他的说辞 直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问他还有几个同伙 他看了眼小美 说只有一个人 就在他以为老头就要放过他时 下一秒 直接一枪抱头 目睹一切的小美顿时瞪大双眼 藏进了柜子里 这个瞎老头正在处理尸体 突然之嘎一声 他意识到这个房间还有其他人 举起手枪对准女人的方向 被指的女人屏住呼吸吓得半死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 及时转移的老头的注意 他们才对以脱困 原来这三个人想盗窃老人的赔偿金 无意中发下了一个门锁 他们怀疑钱就藏在里面 胡子哥拿枪一把崩开了门锁 这时本该被迷晕的老头突然走了出来 将胡子哥一枪抱头 目睹一切的小美躲在柜子里 看着老头搬开木板 输入保险柜的密码 确认钱并没有丢失后 转身离开 另一边的小帅收到小美的信息 再次返回屋里救她 却在过道上和老头碰了个阵阵 好在老头只是上前将门窗再次锁住 并没有发现她 于是两人顺利会面 小美还惦记着老头的钱 输入密码 将她的钱全部装进包里 刚想离开 这时老头又进来了 拿着麻袋处理胡子哥的尸体 这时小帅发出的声音惊动了对方 好在胡子哥手机响起 救了他们一命 老头也拖着尸体离开 他们也找到一个地下室 准备从那里出去 另一边 老头拿着句子刚想解释 突然闻到一股脚丫子味 他走上前在地上一整摸索 找到了三双鞋 原来闯入家中的不止一个人 他赶忙打开保险柜 却发现里面的钱全部见了 顿时怒上心头 这时 突然听到一阵风铃声 正是从底下室传来的 此时地下室的两人 看到了令他们震惊的疑问 透明玻璃前 一个女人正被绑着 正是之前失踪的富家女 此时的她正向两人求救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小帅督促小美赶快离开 等出去后报警让警察救她 可是小美却圣母心发作 她输入密码 很快玻璃门被打开 解开富家女的绳子 三人搀扶着离开 此时门已经被锁上 小帅费好大劲终于将她打开 却被守在门口的老头一枪击中 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紧接着又是突突击枪 不小心射中了富家女的头 她摔倒在了地上 老头一步步走下楼梯 抱着富家女的尸体大声咆哮 盗窃团伙偷走了老头的养老金 还要救走被她囚禁的富家女 三人终于撬开门锁 可此时的老头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 突突一阵枪响 富家女倒地而亡 奇怪的是 富家女明明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但老头却抱着她的尸体崩溃大哭 紧接着 老头直接拿出钥匙 把她折断堵住锁口 而后直接拉下垫闸 屋子顿时漆黑一片 眼瞎的她根本不在意 因为接下来就是她的主场了 摸一摸排气扇 用手扶住房梁 就能确定所在位置 而小美在黑暗里摸索 直接走到了老头跟前 好在小帅发出声响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一把掐住小帅脖子 正要开枪 发现这时已经没子弹了 找到机会的小帅将她撞倒 两人离开了地下室 却又碰到了醒来的恶狗 慌忙中 小帅将要是递给小美 让她想办法出去 自己断后 但她怎么会是老头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对方击倒在地 最后更是直接拿起尖刀 对准她的腹部直接刺了下去 另一边 小美好不容易将通风口踢开 就要逃走 却被赶来的老头一把拽了下来 只见老头直接将她按倒在地上 一拳又一拳 朝着她的脑袋砸下 直接晕了过去 等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地下室 这时老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原来她的女儿被傅家女撞死 对方只想用钱脱罪 于是老头将她囚禁 让她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而他们三人的闯入 害死了傅家女 她的肚子里此时正怀着自己的孩子 老头将傅家女的尸体装进箱子 往里面填好水泥 之后来到小美身边 打开冰箱 拿出里面的药剂 用吸管将她吸出 剪开她的裤子 将药剂插入体内 她拼命挣扎 但是却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的小帅一把砸中老头脑袋 原来在危机关头 她用胡子割的尸体挡下 并没有被刺中 他们将老头的手铐住 还将药剂直接插入老头口中 让她尝尝滋味 之后两人转身离开 小帅刚将门锁打开 就被挣脱手铐出来的老王击中脖子 当场领了盒饭 小美健壮赶紧往门外跑去 身后恶狗紧追而上 好不容易跑到车上 却发现庄前的包掉落在了地上 顿时心态崩了 她直接打开后备箱 拉开座椅 将恶狗关在了车内 下车捡起钱包 就在这时 老头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了回去 等醒来 发现警报器就在身旁 她直接按下 屋内响起的警报声 让老头失去了优势 不再能通过声音辨别方向 只能对着屋子胡乱开枪 却被找到漏洞的小美直接击中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小美健壮直接拿起背包 离开了别墅 可赶来的警方刚好错过 几天后的机场 小美带着妹妹正要离开 就当她以为自己终于高枕无优时 老头出现在了新闻上 原来当晚她并没有死 而是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她也成为了勇斗歹徒的英雄 但对于那笔巨额赔偿却只字为题 看完新闻 小美心中久久不安 随后带着妹妹离开了这座城市 这是一种神奇的香水 只要把它涂在你爱的人身上 对方就会对你百依百顺 但很少有人知道 她是从孕妇身上提取而来的 一旦操作不到 就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泰国码头 这个僧人正要入境 海关检查了她的包裹 正要放她离开 突然注意到她脖子上的挂室 让她取下茶看 询问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对方说出是石油后 转身递给旁边的女人 想让对方看看 女人伸手想拧开瓶子 被僧人大声制止 可她却并没有停下洞 打开一闻 传来一股泥源的芬芳 差点没将隔夜饭吐出来 于是赶忙还给僧人让她离开 可刚走没几步 就被人一闷棍敲晕过去 而对方目标很明确 直接打开包裹抢走了石油 骑着小毛驴猖狂离开 另一边 闻过石油的女警 突然感觉恶心反胃 半夜 躺在床上的她一直做着噩梦 突然一只恶鬼出现在她脚下 当场没了性命 这个女人名叫小兰 是一家公司的悲催小职员 因为过分性感的身材 经常受到公司老板的骚扰 但她也是刚 直接就对了回去 公司还有另一个人也看上了她 那就是四眼 总想和她干点啥 说起来她的经历也是非常惨 父亲去世母亲重病 和叔叔挤在一间200平的小房子里 也不敢轻易离职 这瓶石油兜兜转转 到了四眼的好兄弟手中 现在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 她告诉四眼 只要涂在心意的人身上 就能让对方喜欢上她 四眼嘴里说着 像我这样的帅脸 哪里需要这个 却还是伸手将她拿走 这天 老板叫小兰和她一起见客户 她虽然不想去 可想到还在病床上的母亲 还是同意下来 到地方却发现是酒店 老板刚想发生点好事 这边四眼就进来了 她顿时不爽 暗示对方赶快走 听懂得四眼也不好再留下 小兰却一把将她拦住 不小心将酒水 洒在了老板身上 两人顺势离开 为了感谢四眼的帮忙 小兰提出要请她吃饭 这时四眼想起来室友 但是并不知道怎么使用 于是打电话向兄弟求助 吃完饭 小兰提出要去上厕所 找到机会的四眼跑到前台 要了两杯啤酒 将室友掏了出来 装模作样的准备 再看一眼说明书 可是却看不出什么名套 索性打开平台 直接往里道 这个男人和美女约会 趁机往酒里倒着药水 一个不小心居然倒多了 杯子里的水瞬间变得浑浊 可下一秒 原本浑浊的水又变得清澈起来 男人名叫四眼 一直暗恋着同事小兰 他往酒里倒的药水 是泰国有名的室友 他将加了料的酒水递给小兰 对方刚喝下一口 发现这个味道很上头 可四眼却端起自己面前的一杯 并没有奇怪的味道 出于礼貌 小兰还是将一整杯酒下堵 回家的路上 看着车上熟睡的小兰 四眼起了歪心思 他将车停在路边 想成绩做点什么 谁知嫌猪手刚伸过去 对方突然醒了过来 被发现的他不死心的还想往上凑 却被无情地赶下车 另一边小兰刚开没多久 突然一阵反胃 紧接着 从嘴里缓缓拉出一根头发 而此时 镜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吓得他顿时尖叫起来 听见动静的四眼赶忙跑过去 此时小兰眼睛正盯着他 打开门 却发现小兰变得更加妩媚 还邀请他一起上车 就当他正兴起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张黑山老妖的脸 吓得他撒腿就跑 可还是被对方拖住了双腿 过后 小兰似乎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开车回到家 却看见一个 和自己长相一样的女人走进了家中 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 第二天出门 他在车上发现了四眼落下的手机 擦干净座位上的血迹 走到公司却发现对方没来上班 这时警察来到公司 他下意识地将手机锁进抽屉 出去外面散心 这时碰到了高中同学小帅 两人相谈甚欢 临走前 双方还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等再回到公司 警察已经找上他了 原来是老板记恨着酒店的事情 诬陷四眼挪用公款 昨天他们一起离开 但此时四眼又恰好联系不上 要是他不说出对方动向 就当做帮凶处理 好在这时老板替他解围 谎称两人昨天是一起的 警察虽然觉得是有蹊跷 但还是离开了 过后 老板以押金为由 邀请小兰出去吃饭 却偷偷在他喝的饮料中下了药 洗了个澡 出来后更是直接光着膀子 看到这一幕对方转身就走 可就在这时要进上来 直接昏倒过去 被老板一把抱住 他将对方放到床上 正办着好事 面前的人突然化身黑衫老妖 吓得他衣服也没穿 直接往外跑去 而事情过后的小兰 依旧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他接到了母亲去世的电话 回到家发现房子也即将出售 伤心的他找到小帅 得知对方刚失恋 两个人一拍即合 借着酒精发生了关系 而小兰也隐约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 这个男人因为果奔被关进监狱 可奇怪的是 第二天他就上吊字镜了 下体同样是腐烂不堪 同牢房是一位僧人 他因为贩卖石油被捕入狱 向警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石油 他是从孕妇身上提取出来的 如果善用 对方将成为你的奴隶 一旦不按规矩乱用石油 后果难以想象 这瓶石油正是他带来的 但是却在路上被人抢走 阴差阳错用在了小兰身上 而他压不住怨铃的怨气 而另一边 经历昨晚的事件 小兰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发现警察再一次上门了 他赶紧从后门溜走 在路上又碰到了 一个长相和自己一样的人 等回到车上刚坐好 一个女鬼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顿时大声尖叫起来 这时车窗响起 一切又归于平静 来到人正是之前的警官 对方向他讲述了石油的故事 只要接触过石油的女人 被碰过的男人非死即疯 之前的四眼和老板都已经死亡 想要化解 就必须解决掉里面的女鬼 但小兰却很疑惑 他昨天还和小帅睡过 但对方并没有事情 刚刚他们还通电话了 警官凑上前说了句 你确定吗 小兰面露沉思 为了确认小帅有没有事 他独自开车来到对方家中 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 发现对方的手机正在桌子上 根本不见人影 于是他朝着屋内走去 看见里面两人玩得正嗨 原来小帅并没有离婚 他们还不要脸的邀请他 三人一起玩 小兰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相同的一幕又发生了 他也很快就领了合法 这下小兰明白了 原来他体内的恶鬼 专门惩治渣男 等再次出门 他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套衣服 准备离开这个城市 临行前他给警官留下纸条 让他们不要再追查这件事 因为再追查下去也没有意义 而这件事过后 他也对爱情没有了期待 决定和自己体内的女鬼一起 化身正义去惩罚那些渣男 看完这个故事 男孩子们可要当心了 千万不要做渣男 女人用针抽出三生鲜血 往橱柜上撒一点 剩下的全都泼在地板上 再用纸巾草草擦拭一遍 留下一对鞋手印 紧接着他又找来一根铁锤 沾满鲜血后 藏进燃烧的壁炉 还剩最后一步 那就是刷爆丈夫的信用卡 再用对方的名义 为自己购买一份高额保险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他就是要陷害自己的丈夫 伪造成病案现场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人名叫艾米 是美国畅销浪化的人物原型 很快结为夫妻 但是婚后艾米渐渐发现 丈夫不思进取 失业后整天待在家里玩游戏 买价格高昂的游戏设备 甚至还对他进行家暴 他害怕丈夫会杀了自己 于是决定展开报复 为了使作案动机更加成熟 先是用丈夫的信用卡 购买男性奢侈品 再趁对方观看球赛的见习 忽悠他提高自己的保险额度 受益员填写丈夫的名字 对了 还不忘编上一本真假参半的日记 记录两人从相识到初恋 再到婚姻破灭的全过程 为了更加逼真 他专门观看书籍 研究警察破案的细节 布置好整个作案现场后 拍着车员走他乡 另一边 回到家的尼克 四处寻找却不见妻子的踪迹 看着屋内破碎的玻璃 和散落的桌椅 他很快发现不对劲 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打到 他们在厨房柜子上 发现散落的血迹 高度不像是做饭件上去的 紧接着在厨房地板上 也发现了血迹 而后又在壁炉里 找到了带血的凶器 这一切线索 都指向了尼克 警方怀疑他贼喊抓贼 于是将他带到警局 医生提取了他的指纹 警察问他 你知道妻子有什么朋友吗 他说没有 警察又问道 那你妻子平常一个人在家干啥 会不会抑郁科要啥的 回答还是没有 联想到橱柜上的血迹 警察又问 你妻子的血型总该知道吧 但依旧是没有 这就让人很疑惑了 这是结婚了几年的夫妻吗 一问三不知 于是警察又试探地问道 那你们平时关系怎么样 这下妮克反应过来了 你们语气怀疑我 不如查查小区的流浪汉 这样警察更加怀疑了 于是又对他家中 再一次进行搜查 这次他们在一个烤箱里 发现了一本 被烧毁过一半的日记 正是之前爱你伪造的那本 在日记的结尾还写道 丈夫是个家暴男 并且会杀害自己 于是警察进一步确认了 凶手就是妮克 无奈没有找到凶手 新闻发布会 希望她的粉丝帮忙寻找 被人怀疑的尼克也不甘示弱 为了证明 清白召开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表明妻子的失踪与她无关 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冲出来一个孕妇 对方声称是妻子的闺蜜 还说出她已经怀孕的消息 这一下震惊了场内的所有人 大家纷纷为上前询问情况 眼看情况不妙 尼克赶忙在警察的掩护下跑路了 而另一边 警察很快接到了医院电话 正是艾米确实怀孕了 他们找来尼克询问 对方一脸无辜的解释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房了 那个孕妇根本就是瞎说的 可就在这时 警方拿出来一张照片 上面是妻子和邻居的亲密互动 这足以证明两人关系很好 这下尼克总算知道 一切原来都是妻子的手柄 为的就是将她送进监狱 这个女人正在刷牙 下一秒似乎想起了什么 只见她拿起一把锤子 对准自己的脸狠狠砸了下去 她叫艾米 为了送渣男丈夫进监狱 伪造了犯罪现场 现在她要跑路 在这之前 还送给对方一份大礼 那就是伪造怀孕 她先是和怀孕的邻居假装交朋友 言语间透露自己常被家暴 紧接着抽干厕所马桶 给对方喝下加柠檬水的饮料 等对方上完厕所 再提取出尿液 这样警方取证时就能发现自己怀孕 为了防止被人认出 还不忘为自己换个发型 拿起剪刀直接剪断长发 再涂上染发液 用笔将眉毛涂黑 穿上极为普通的衣服 没事多吃高热量的食物 使自己变胖 就这样 从一个性感美女 瞬间变成乡村土大妈 为了不被警方查到交易信息 就连跑路的车也是用现金购买 做完这一切 她就去郊外租了一个房子 为了不被人怀疑 还拿起铁锤砸向自己的脸 让人物认为自己被家暴 但摆密一书 一次在户外打棒球时 钱包不小心掉落 她赶忙将它捡起 可这一幕还是被不远处的混混看见 第二天她准备搬家 正在清理着家务 突然门铃响起 一群人闯入她的家中 四处翻找 将她的钱全部抢走 身无分文的艾米只能睡在车里 却被警察无情去感 没办法 她只能向前男友小帅寻求帮助 她告诉对方 自己是被家暴 所以逃了出来 小帅很是心疼她的遭运 将她带到私人别墅 在别墅里 她每天观看新闻查看案件最新报道 一切都是按照意想之中发展 直到这天 一直无法脱罪的丈夫 花仲金找来一名律师 在律师的建议下 她在媒体的镜头前 大方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在屏幕上深情告白 保证自己会成为当初那个完美男人 遇到这种男人一定要小心 她在家里四周都安上摄像头 方便监视女朋友的一举一动 给对方买衣服安排她的生活 直到这天 忍受不了的女朋友决定反击 她的女朋友就是艾米 这天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屏幕上忏悔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看着丈夫的告白 顺利回去 一个邪恶的计划就此诞生 早上 在前男友出门前 她趁对方不注意 咬破她的嘴唇 用手弄乱她的头发 并解开衬衫 伪造成匆忙离开的样子 等男友离开 紧接着在腿上绑好绳子 把红酒粘在衣服上 打开监控 直接对着摄像头 表演了一番自己被强迫的戏码 还不忘在手腕上也系好绳子 留下被人捆绑的痕迹 最后一步 晚上等男友回到家中 她换好衣物直接勾引她 趁着对方没有防备 从床下直接掏出匕首 一刀割破了她的喉咙 第二天一早 浑身是血的她回到家中 蹲在家门口的记者全部上前 尼克看着眼前的妻子一脸震惊 下一秒对方就倒在她的怀里 她虽然知道一切都是妻子的寂寞 但是却不能拆穿 来到医院 医生对她的身体进行检查 她也说出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被精神病人监禁虐待 还对她进行侵犯 她才失手将对方杀害 经过证实 警察从她体内 找到了被侵犯的证据 最终相信了她的证词 她也再次回到了别墅 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对方知道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而且她还是个杀人犯 所以想要和她离婚 可是艾米并不同意 就算真离婚了 大家也只会认为自己是负心害 于是两人做起了表面夫妻 在外人面前假装恩爱 可回到家却如同陌生人 晚上两人也是分房睡觉 一段时间后 尼克终于受不了了 她打算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揭露妻子的恶行 可在这时 她突然收到了一份礼物 是妻子的怀孕诊断 原来对方用她的样本 做了人工受孕 这下他们必须得捆绑在一起了 继续过着表面夫妻的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